大家好,我是Terence Hello,我是Mee 今天這段影片,我是特地邀請Mee 去解答我一些疑問 因為從Mee的口中 得知Poo仔,Mee養的狗 對,狗仔 最近有些情況出現了 為什麼我會特地拍一段影片去問Mee 因為Poo仔在我的頻道裡 其實出現的次數不算是很多 但是如果我和Mee一起拍攝的影片 其實已經算是常出現 我和Mee拍攝的一段雙人間歇性運動 他都會在影片裡走來走去 我們是急場襪 或者我們私下都會去逛山 會帶Poo仔去 對,都會和Poo仔一起去 他有趣的 不是經常見到我 但是他都會黏著我 都會走過來 對,真的很有趣 不如Mee說說最近有些什麼情況 其實Poo仔就14歲 接下來的生育就14歲 其實也很老 如果是狗來說很老 發現了牠的癌症 在口腔癌 一開始發現的時候 牠就不肯咬東西 即是不肯咬一些玩具 後來癌症越來越大 今年的6月5日 我們終於帶牠去做手術 找了一個癌症科醫生 跟牠做一個切除臥骨的手術 牠剛剛完成了鵝骨切除 跟牠切除了癌症腫瘤 剩下大概5%的癌細胞 之後呢 我現在正在吃標靶藥 希望可以控制著那個癌細胞 不要再分裂 或者不要再擴散其他身體不同的無謂 其實切除了鵝骨 會不會對牠吃東西咬東西 都會有些影響 其實很托賴 第二天就已經直接吃東西了 那也很好 是 其實醫生也說 他見過這麼多個個案 都算是挺乖的一個個案 第二天留院的時候 牠已經肯吃東西 亦都肯動、肯走 可以自己去大小便 其實現在雖然還是戴頭罩 因為那個傷口未完全好得完 但是牠已經可以跟我們跑步 或者去遠一點的地方玩都沒問題 嗯 因為我知道 應該你都常會是找了鵝骨 一起去到跑山 而且牠平時都有跟著你一起做運動 對於狗來說 十三十四歲都等於人的九十歲 其實很大年紀 所以牠這麼大年紀才捱一刀 朋友都很擔心 會問我會否很難回復 這段時間是什麼 就是現在也是 它樣子很好 心態度開到 Persone 希望劇場能夠控制療程 因為餘下5% その文化 那 Histocom Ellulter 屬於黑色素的腫瘤 即是這聯繫所說的 人也是有機會生的 這種 resulting H 됐 已經是同 receptor 我不知道勝利還是什麼 因為褲仔的病,令我更多了解癌症的數據和醫療方案 令我自己的資訊庫增大了很多 除了分享狗的癌症生活之外 也可以分享很多癌症的知識和飲食 可以和大家分享多一點 了解了更多生老病死的課題 現在在飲食上和之前有什麼轉變呢 轉變是我們一發現癌症之後 我們已經替癌症停止糖類的東西 對,因為我知道癌症包很喜歡糖 對,很抱糖 非常之喜歡 要它不太活躍的話,我們就要少點糖 對,沒有了糖類 可以吃很多不同的蔬菜 肉類也是不同種類 所以每次吃的食物 起碼有六、七種食物 我一向都是煮鮮食給它吃的 就算是做運動為了身形 為了漂亮,保持健康 糖很多時候大家都會減肥的大滴 在癌症這方面 其實糖也是一個很大的幫兇 當然自己身體裡面的病變 即每人的細胞裡面 可能都會有少少這些因子 但你會否從外來再誘發它 多一點的機會出來 再養大它 對,對 這個就要在飲食上處理 因為它在有名 我們成年人是自己可以決定 自己的生活健不健康 所以根本就是要由飲食開始 我自己也開始做一些很均衡的飲食 我一時就在行野人餐單 完全沒有添加 沒有罐頭類 完全是自己蒸煮食為主 還有做運動 因為你自己的機能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經常都有說 就是吃藥都是醫治三分 最後都是你自己的身體 醫治七分 很多時候 例如你說的心肺功能好不好 行路的時候 你會否容易喘氣 這些東西 你吃藥是幫不到的 你一定要調理你自己的身體 之餘還要再做運動 才會對你自己的機能有幫助 叫做有多少少你自己的本錢 當遇上疾病的時候 可以去抵抗 是啊 即是你自己儲點蛋藥去抵抗 很多時候例如你的肌肉這樣 肌肉平時日常生活 當然是說可以維持身體的姿勢 又或者會沒那麼容易受傷 做運動的時候 搬重夜 日常生活 一會兒可能開工 都沒那麼容易拉傷 但是當有病的時候 你身體裡面的肌肉 裡面的能量 其實就是你的燃料 用來對抗 還有以前經常說 健康是第一 但是經過這個病之後 我發現健康不是第一 而是唯一 希望肌肉快點好 健健康康 繼續跟我們一起拍影片 一起去玩 好啊 因為我經常說 我真的希望他可以抗癌成功 有很多人經常以為 癌症是絕症 但是現在這個年代 真的是科技章 醫學很有進步 能夠醫治一定要讓他醫治 身邊的朋友也好 家人也好 支持他 鼓勵他 最重要是自己的決心 和身邊的人支持 努力 這樣 今天多謝Mee 去解答一些我自己的疑問 因為我相信各位觀眾朋友 有機會 你都在我的頻道 有見過Poo仔 所以都想讓大家更新 其實Poo仔最近的現況是怎樣 我也會出一些影片 是關於Poo仔的病 整個流程 他做了手術 之後是怎樣 或者一些癌症的 對身體影響 值得去到 探討 對 留意一下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這個課題真的很大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有些什麼 就在下面留言說 或者可以寫下 跟Poo仔去打氣 有些什麼祝福語 可以留去Poo仔 對 沒錯 他看到的 我會讀給他聽 你讀他聽 我會讀 我會讀 因為我們有個 我有個Facebook page 他有個Facebook page 他所有的留言 我都會讀給他聽 對 哪個什麼名字的網友 我留了什麼留言給他 我每次都會留 我每次都會說給他聽 好了 那我們就 下次回來再見 到這裡 今天再見 掰掰